洛杉矶时间9月5日,亨廷顿图书馆举行了百年纪念庆典刊目仪式,启动了为期一年的系列展览和面向公众开放的项目。 来自艺术、收藏、学术、高等教育、新闻等领域的300余位贵宾参加了当天的活动,共同分享了对于亨廷顿图书馆下一个百年发展大纪的想法。 亨廷顿图书馆总裁Karen R. Lawrence首先致辞,她表示,亨廷顿图书馆从1919年至今历经百年的发展,成长为具有影响力的文化旅游地标。 至此百年纪念庆典之际,亨廷顿图书馆将扩大对南加州社区以及其他地区新观众的邀请,并欢迎艺术家、作家和学者探索图书馆、艺术收藏和植物园全新的协同作用。 她同时对外宣布,亨廷顿图书馆将更新馆名,将原名中Art Collections正式更名为Art Museum。 随后,亨廷顿图书馆馆长Sandra Ludigbrook,艺术收藏馆馆长Christina Nielsen和植物园园园长James Folsom先后就主题为《完美未来!亨廷顿下一个100年》展开演讲,展望三大园区板块未来的发展动向。 著名厨师Roy Troy,Caltech环境科学和地球生物学教授Victoria Orphan等洛杉矶创新者代表,就食品、3D打印技术、火星生物及环境在未来的发展等话题进行对话。 多元化的乐器演奏引领现场观众回溯聆听传承百年的音乐魅力,掀起活动高潮。 据悉,亨廷顿图书馆百年庆典系列活动将从9月21日正式拉开帷幕。欢迎民众,共襄盛举。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一些学者和一些比较有名的知识分子来过来讨论一下100年后的未来会大概会变成什么样的。 然后,亨廷顿自己的图书馆、美术馆和植物园的园长都要发几句话,收藏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举办什么样的活动。 然后,这一年,我们又要举办一些比较特殊的活动。 下下个星期,我们就要开一次展览。 展览的题目就是100年前的亨廷顿和世界的关系。 其实我们还要完成亨廷顿的中国园。 这算是我们110年的比较重要的活动之一。 美丽中国记者现场报道。